对象 我28岁的时候就办不到 他82岁还办得到 那是有道理的 他自己学过中医 很谨慎和养生 所以他会能这样 都一定有他下的功夫在 不是偶然的 而当下了课以后 我们跟吴市长坐下来 他有几个动作 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给他端上了 一盘水果 他说我不吃了 吃两个没关系吧 吃两个其他的就浪费了 大家注意 吴市长 在古代叫一瓶夫人 以前的官员叫九瓶 他先生已经当到最高的 这些行政职务了 他是一瓶官员 这么大的福分 可是我们在这些细节当中 看到什么 他节俭到连几片水果 他都不愿意浪费 他福为什么这么大 所以我们那一天讲到 人假如把自己福报花完了 本来可能是八十岁 六十岁就走人了 可是他本来命有八十岁 他很节俭 他可以活到一百岁 难在哪 我们今天没有这么高的福报 节俭 不难 这么高的福报还能节俭 那个就是不容易了 而当我们的同仁 把他的皮包放在椅子上 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这个吴市长顺手的就把自己的包 又放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大家看懂没有 他这么大的福 他可以指挥很多的人 可是他居然一个皮包 他都不愿意去占一个位置 师父讲的 人在顺境当中最难修 顺境 福报现前容易贪着 你福很大了 谁照顾我都是应该的 哇那就堕落了 这么大的福 还时时会为身边的每一个人 左想不要去站到人家的位置 还勉强自己坐的比较小的位置 把皮包放着 人情练达这些文章 事事流行 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好 所以弟子归才说到 见人善及诗旗 众去远以见机 见人恶及内心 有则改 无家境 今天我们读了这一句话 把它记起来 没有入心 这个还是知识 而且呢 很可能我们会拿着这一句 去要求别人 那就不妥当了 这个学习就会越偏越远了 但是我们这两句是拿来 改自己的心 那就有味道了 见人善及诗旗 一定把自己的嫉妒心去掉 看到别人好 高兴 随喜他的功德 这个嫉妒心 会造很大的业友 在团体里嫉妒一个 有得才的人 那对这个团体的损失就很大 甚至还会造成人与人失和 这个就罪孽深重了 在历史当中 因嫉妒心 最后被腰斩的人太多了 我们看秦国的李诗 他当道宰相 福已经很大了 但是嫉妒他的 师弟韩非子 把师弟给害死了 最后 他的儿子跟他被判腰斩 所以一个人去掉嫉妒心 能不断的推荐有德行的人 叫尽贤受上赏 必贤蒙贤 推荐贤德之人 这个受上天最多的赏赐 在历史当中 包鼠牙推荐管仲 让齐国兴盛 而且推荐管仲 是当他的上司 他完全不嫉妒 他只想着让国家团体好 所以包鼠牙的后代 十几世都是明大夫 积善之家 必有一情 因为他的父亲 他的祖上 念念为天下百姓作响 难得啊 那避贤 甚至是害贤 会遭受到非常明显 非常快速的报应 刚刚刚我们举的这个礼师 他就断止绝顺了 而且记住的还是自己的师弟啊 那就更要不得了 所以修道了 我们要心量扩宽了 这个嫉妒心们一定要放下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人家获得什么的 我们替他高兴 人家有什么能力的 我们赞叹他 学习他 大家这几天 有没有读大学 有读是吧 那这一段呢 大家再配一句经句来体会 若有一界尘 若有一个尘 断断膝无他记 其心修修焉 其如有荣焉 人之有记 若己有之 人家有很好的德能 才能 他就觉得 跟我有一样高兴 人之厌圣 其心好之 人家很积极读 古圣先贤的这些经典 他在旁边 读这些书太好了 我也好好来学习 就完全没有嫉妒心 度量非常大 然后去成就别人的心 这样才是好的 领导啊 好的干部啊 但另外一段又说了 人之有记 冒己以物之 他嫉妒了 厌恶了 人之厌圣 而为之必不同 他还去破坏人家学习 这个就嫉妒心起作用了 所以诸位学长 你们以后要启用团体里的重要干部 首先他一定要见人善及时起 不能有记住心 不然杀伤力太强 而我们今天真的能 实时保持一个见人善及时起 每天见的人事物都从中 效法学习 今天快不快乐 学而实习之 不义 越乎 快不快乐 快乐 好 那我们这一路上学习 有没有每天越来越快乐 我很惭愧 我没做到 所以你假如能保持实时 见人善及时起 每天都有体会 每天都觉得很充实 一定快乐 提不起这个态度了 见人过了就不快乐了 见人恶及内心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 学问都是往内 不是去要求任何人 跟别人不相干 我们自己学问有没有成就 跟别人不相干 而且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每一个景象 都是来历练我自己的修养 他们都是来演戏 演给我们看的 来启发我们的 我们可不能执着 而且见人恶及内心 我自己有没有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甚至于见人恶及承担 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好的行为 就代表这个社会缺乏了什么 我们就去把它补上什么 这个叫见义勇为 这个世间不讲孝道了 那我把孝做出来 这个世间不讲信用了 那我们凡出言性为先 不去批评现在的情况 而是积极地尽自己之力 把这个状况给扭转过来 那可能有人又会想 我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够 不够就不做 还是要做 岂能净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而且事实上 至诚是可以改通的 我们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真的有一千只手吗 那个是表法的 当一个人自成的慈悲心 现前的时候 他一个手动 牵手都被他感动 都一起来坐牢 我们河北就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白方李老先生 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回到家乡 看到有一些小学年龄的孩子 怎么还在那里耗时间玩耍 没学习 他老人家看得很心疼 因为他不适智 一生感受到没有文化的苦 了解情况 原来这些小孩 他家里没钱 缴费用 当天老人回去辗转返车 没睡着 这个事情已经是二十多年前 他就起个大早 开家庭会议 把他的孩子通通召集起来 对着他们讲 我要把我这一生 五千块钱积蓄 都捐出来 让这些没钱读书的孩子 读书 他的孩子说 爸你疯了 这是你的老本 你都捐出去了 你以后吃什么 这老先生说 你们别管 这我的钱 结果他拿去学校捐 人家不敢收 他在那里哀求 最后实在 大家觉得 再拒绝这个老人 实在是太残忍了 就收了 而且不止这样 老人家从那一天开始 从操就业 踩三轮车 把赚来的钱 积累到一定数了 通通捐给没钱读书的小孩 以至于到大学生 都有 光是大学生 好像就接济了 三百多个大学生 一天 差不多 赚个二三十块 三五十块而已 他就这样 踩了将近十五年 快九十岁 把他统计一下 他这十几年踩的三轮车 总共可以绕赤道 地球最宽的赤道 十八圈 一个七十几八十几 将近九十岁的老人 他能这样子去付出啊 他那个慈悲心是达到极处 完全忘了 我们看到那个报道 他在天津 火车站前面 搭个小房子 在那里卖东西 帮人家看车子 那个环境到冬天是几度 我们想一想说 他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确确实实 养天地浩然之气 能外形还者 天不能病 他完全无我的时候 那个正气凛然 都不生病了 那个是一礼之身 他这个身体完全充斥着 对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民族的使命感 有一次甚至于是 半夜了还没回来 家里的人呢 着急了 赶紧出去走 早了一夜都没找到他 在家里等了 后来太阳出来了 他才回来 家里的人说 爸你昨天去哪里了 他说昨天那个客人 路途比较远 我赶了一夜 把他送回去了 他还是说 爸你不要命了 他父亲笑一下了 就进去了 在十多年的岁月当中 不知道在车上 吃了多少餐 而那一餐是什么 一个馒头配着白开水 就这样过来了 所以有一次呢 这个白老先生 他到大学去捐款 结果学校就打电话 要派车去接他 他给学校讲 你车子不要来了 你把那个油钱省下来 捐给他们读书 他自己想办法 到了 结果到了以后 因为捐钱的 都是西装笔挺的 企业界 或者各方的名流 捐钱 只有他穿得非常 朴素的军大衣 他一进来的时候 大家愣了一下 但是接着呢 是一片的掌声 后来他们亲自 把这个助学金 颁给学生 而很多接了老人家 助学金的孩子都说到 他握着老人家 那个粗糙的手 他一生都不会忘记 所以 白老先生接级过的 大学生 毕业之后 都能随分随力的 去付出 去做公益 那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老人家的精神 传递给了多少人 他一手动 千手都动起来了 当场 结束之后 突然有一个学生 新疆的一个孩子 他举手 他说校长老师 可不可以让我 讲几句话 就让这个孩子上来 他说我今天看到 白老先生的精神 我本来 已经当地 河北当地的一个 很好的企业 已经跟他谈好了 他毕业之后 到那里去工作 他说今天 我看待 白老先生的精神 我决定 回到我自己的故乡 尽心尽力 回报我自己的故乡 我不打算 再留在 这个大都市了 所以当场 这个孩子的善心 知恩报恩的心 就被他给唤醒了 后来呢 这个老人呢 不能骑车以后 他就专门卖东西 帮人家看车子 再收一些费用 就是做到他完全不能动了 他心里还在挂念 后来他九十多岁的时候 生病了 结果这个消息传开了 整个天津一带 河北 那个附近的人 要求报社 每天都要登 他的新闻 那个捐款 就像那个雪花一样 从四面八方 汇过来 所以我们看白老先生 他有没有钱 可能我们都比他有钱 我们比他都有体力 他是在物质上 在身体上 他的条件 可能排起来是最厚的 最不足的 可是他那个自成心 却唤醒了无数的人 所以我们不管社会 现在怎么样 我们只问我们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拿出来没有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曾经听到佛家的一个故事 有一只鸟叫欢喜守 它居住的森林失活了 结果他就赶紧 飞到河边 含起一盒水 然后以完全忘我的速度 赶紧回到火场 把水吐下去 然后又继续飞回河边 就这样 一直在那里盼命的飞 天上的天神看到了 他说这个鸟子在做什么 这么旧 怎么可能把火给灭掉 所以天神化身下来 就问这一个欢喜守 这只鸟 他说你这么旧火 怎么可能把火给灭掉呢 结果这个欢喜守说到了 他说我坚信 我可以把火给灭了 结果他说 你可能会上升火海 那个火越烧越旺 他回答道 纵使我上升火海 我下一辈子再来把他灭掉 所以当下呢 这个自成的心啊 感动了这个天地 当下呢 雨就下下来 就把这个火给灭了 所以自成感通 自成如神 所以我们 修学的路上呢 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慈悲 跟自成的心 我们不把社会的问题 去责怪任何的人 我们想到了 看到这些事 我能做什么 我能尽力做什么 见仁恶 其内心 见仁恶 见社会的不足 即能感觉 即能明白 我这一生来 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使命是什么 那我们有了 地主规则一句 经据入心 我们每一天 都有收获 都有反省 都有承担 好 所以 这几天呢 跟大家 谈这个 学习啊 我们看这个 学智啊 孔子讲到呢 好学 近乎智 就告诉我们呢 好学的人 智慧可以提升上来 那我们再思维一下 智慧从哪里来的 智慧从清静心来的 所谓晋级光通达 智慧心现前呢 智慧就来了 清静心被什么 藏住了 烦恼 所以要格物 烦恼清 智慧就能长 所以我们知道 修学啊 学习从格物下手 那格物是把习性去掉 淘汰掉 所以学是放下 学是减法 把污染自己 清静心的 真诚心的东西 把它去掉 这个是学哦 而不是 好像增加了很多东西哦 哇 这部经我听过了 那一部经我也听过了 哇 增加傲慢 增加贪着了 增加好为人师了 那这个学的态度就不妥当了 所以我们辱道士的教诲 叫内学 都是往内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啊 时时情浮事 莫死惹尘埃 我的心有没有 要染上了贪嗔痴慢 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去掉 这个叫学啊 所以淡尽烦情 别无圣洁 下手的功夫 就是把这些习气 烦情去掉 就孟子讲的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 放心而已 把迷失的真心找回来 把虚伪放下 把真诚找回来 把傲慢放下 把平等找回来 把染拙放下 把清静找回来 把自私自利放下 把慈悲找回来 我们明白了 学习是不断放下自己的分别 自己的执着的时候 那学每一句啊 父母呼应勿 我该放下傲慢 东则温 下则静 我该放下自私自利 细心的为父母着想 每一句都是 往我们的心地下功夫 疑无色 柔无身 把我们的急躁 把我们的情绪放下 用一个柔软的心 去提醒 去劝告我们的亲人 好 所以这个学啊 是减少习气 绝对不是 好像要增加很多的学问 才是学习 这不妥当的 好 我们看到 这个世间很多人 读了很多书啊 可是夫妻不合 连他的孩子 都不听他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真实的学问 真实的学问是能 感动别人 正极化人 这个才对了 好 我们看那个习字 这个习呢 上面有羽毛 下面是个白 那个就是鸟学飞 你给那个小鸟说 这个飞的时候要几度 然后讲得很详细 它可能体会也有限 还是得要让它飞看看 去行呢 才能够去理解这些道理 所以解行要相应 所以意思就是说 学了就要马上去试看看 去力行 所以翅膀一张开呢 这个白白的羽毛 这个肚子就露出来了 这个就是习啊 所以学习就是学一句 要做一句 那才是学习 所以我们整理了 学习的心态 要解行相应 要学贵力行 而且我们从最难处下手 好 今天我们回去了 没有把自己最难的 那个找出来 那这一段话呢 叫知识 还是利益不了我们 而且不止不能利益 还会障碍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懂了 没有身体去力行 那不可能真懂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听经读经 很高兴 那个高兴呢 是可以闻到这些法 可是那个高兴呢 我们不要误会成 我们都明白了 那就不妥当了 每一句都完全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那个才是真明白了 所以有一个误区就是 我们听懂很多道理之后 没有消归自信 对质习气 然后就是拿着这些 我们懂的道理 开始去看别人 去量别人 那这个傲慢 就自己增长了 自己不知道了 所以真正 是不是走在学习的状况 我们时时要勘厌自己 不自欺 假如我们体会对了 不断放下习气 那个法喜会越来越多 对人的慈悲心 感恩心越来越自然 自己的心呢 越来越清静 就对了 但是我们假如越学 好像越看到别人的过失 心里越烦恼 有真无减 哪怕三上十二部都读过了 那个学习的心境跟方向 也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是 我们得要看清楚自己 不可以自欺 勘厌自己的心态 是不是在盗中 好 所以恭敬增加了 慈悲增加了 真诚增加了 柔软增加了 那是因为很多习气 放下了自然流露的心境 好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一起谈到了例行 那我们找出地止规 哪一句我最难做到 下决心 孔子说一个人要行仁爱大道 首先要从先难 最难的地方 来突破自己 好 当然每一个人 是哪一句 不知道 像我是 凡出言 性为先 要先下手 这个当领导 当习惯了 没问题啊 你看 每天在打望 跟十三页不相应 或者 第二条 其实很难的好几条 你比方说 人家劝我们 马上 连思想 思考都不思考 马上就开始解释了 这唐掩饰 真一辜啊 真的是习气使然啊 啪一下就出来了 自己都 都还没意识过来 这习性就上来了 从最难的地方 开始来做 好 这个是我们 这个强调啊 学贵力行 好 再来呢 我们不自欺了 勘验自己的状况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 修学啊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样才是修学的态度 知道了 明白了 搞清楚了 理通达了 知道了 然后赶紧去力行 但是没有明白的 不知道的 不要装知道 修行不要装个样子 好像修得很好 这个就自欺了 不知道的 赶快心有疑 随杂技 就人问求确议 这个是对自己的心啊 不能欺骗 要真实面对自己 去求学问 再来呢 知过必改 这个也是不自欺 而孔子啊 提到呢 无未见 能见其过 和内之送 走也 孔子感叹 我们在看论语的时候啊 没事看到 孔子的感叹 这一句 应该前面有个 以以孤啊 无未见 能见其过 而内之送 这也 诸位学长 我们 一直 谈到呢 自诚感通啊 当我们 打开 论语的时候 孔子 有没有 在我们面前 你们怎么 无辜的 看什么 这个得 每一个人 去感应了 这个 谁也帮不上忙 好 我们 看到 论语的每一句 就好像 孔子 在我们面前 那自身 先师 孔老夫子 老人家 在你面前 唉 唉 你是什么心情 我们能不能 做好 让老人 别再叹气 当我们 看到师长 说都没有 人真干 我们的 心啊 很惭愧 要挖一个洞 钻下去啊 无地自容 师长 不疲不厌 教学 五十多年 换得的是 我们学生 都不肯 真干 那太对不起 老人家了 所以我们 能 时时感受到 我们不能 糟蹋 孔子的学问 糟蹋 他的教诲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 这一句啊 就更警惕 自己了 所以孔子 讲到 我 没有看到 能 见其过 是知过 内自 送 就是 懂得 看到自己的问题 批评自己的问题 这个是 悔过 知过 悔过啊 都还没有到 改过的程度 能知 能悔啊 就已经很不简单 所以人 那个傲慢 那个唐掩饰 那个习气 我们 很深 得下大功夫 痛 痛定是痛 我们 我们看很多的 圣泽人 他们在改的时候 也不容易啊 于敬欲功 他一开始要改啊 都一直重复犯 这些习气啊 结果他实在是 很惭愧啊 在观世音菩萨 向前啊 磕头磕到流血 请大事 加持他 说愿善念永存 善力精进 躺丝毫至宽 我们看了 这个是下大决心了 躺是假如啊 假如有丝毫放纵自己 宽恕自己 永堕地狱 我们可以感觉到 于敬欲功啊 他是下永不回头的决心了 不怕死了 就怕这个念头不对 就怕不能依教奉行 这样的气概出来了 所以他三年 把命运给改了 他本来 好像是 五个儿子 只剩一个 后来那个孩子 好像八岁的时候 走丢了 他孩子都没了 四个女儿 也好像死了 剩下一个 除夕夜 跟他的太太 跟这个女儿啊 很凄凉啊 然后 他就写了一个书文 召告 上帝啊 结果呢 有一位老者 就到他们家里来 就是赵神爷 到他们家里来 他说你们家可能有什么 不如意啊 听他说 于静义工啊 那也是读书人 读了 懂了不少道理 说坦白的 我们现在任何人 我们在座的任何人的学问 懂得经教 绝对不可能 比于工先生多 因为他们是从小就读了 这样的基础啊 都很难突破 除非他真正不自欺 真干才行 所以修身的功夫啊 来不得半点 侥幸跟虚假 所以当他跟赵神爷 抱怨的时候呢 赵神爷就提醒他了 他说啊 你虽然说 你做了很多善事啊 可是呢 你那些善事啊 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是发自内心的 你是义恶太重 专不虚名 满指愿由 我有一个字忘记了 好 没关系 意思应该不会偏差 好 大家再查一下 对不起 我再查一下 独成 这个诚吗 好 谢谢 我们感受一下 修行不是只有修言行 假如意念没有修啊 那都是修一个卫善 做给别人看 要别人肯定 哇 这个人真是君子 那就越学越后退了 所以我们时时都要把这个虚荣心给放下 甚至于比方说忏悔好不好 忏悔很好啊 可是忏悔的时候呢 心里都想着 等一下人家要来赞叹我忏悔了 真的哦 人一不小心 做什么都执着 忏到最后 越忏 哎呦 你看 人家都赞叹我 这么敢于 勇于忏悔 发怒忏悔 所以人不 时时观这个心 执着 只会有真无解 没有侥幸的 所以义恶太重了 专物虚名 满子怨有 因为他一直在抱怨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怎么果报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了解 天道无情 上天是很公平的 假如我们行善没有好的果报 那还是要反省自己 不能责怪老天 所以接下来一句 独逞上帝 常常抱怨老天也 这个意念都是责服 知过不容易 照神也这么一讲 于敬义功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做了这么多 怎么可以说 都是虚名 所以你说承认都不容易 不容易 当下 他马上就反驳了 我毕竟也做了这么久了 这么多事情了 怎么可以都是虚的呢 那照神也就具体说明了 你说 你们都放声 你都放给别人看 你们家厨房里面 常常还有虾子 还有螃蟹 你那个放声 根本就是 不是发自真心的 你说习制止 是旁边有人的时候 赶紧 去捡起来 然后人家说 哇 真是有道德 就是去求那个赞叹的 平常在家里 一随便 可能自止 啪就贴在窗户上面 而且你们说 借口过 看起来好像 在强调 要借口过 可是 你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讲得很顺 骂人骂得很顺 当下 你自己也觉得 有伤厚道 可是就是停不下来 那个嘴啊 最后 你说借射 你说我又没有犯盈欲 结果那个赵神也说的 你是还没遇到机会的 其实你看到美女 那个头就 就晃起来了 这个整个星啊 星云亦马 都控制不了了 就把他几个 他们所谓的 行善 一一 把他点出来了 这个时候啊 当然也要有 赵神也这种功力 不然呢 点出来 人家也不服啊 点出来之后 这个愚敬义工 啪就跪下去了 你一定是尊神啊 来指导我的 所以愚敬义工呢 也提醒他 这个义恶太重了 一定要 善观己心 从这个己心动念 不自欺的去对峙 他指出来 愚敬义功能 贪念 淫念 嫉妒念 贬急念 高级悲人念 一往其来念 恩仇报复念 我们从这一段呢 也可以感觉得到 学问的功夫在哪 在放下 放下 贪嗔 春脉 所以我们学习的心态 重实质 不重行事 实质呢 就是从义恶下说 行事呢 专物虚名 所以论语里面 有一句话说 古之学者为己 不断地把自己的习气 给克服掉 基因之学者为人 学个样子 就是要给人看 给人看说 我是老修啊 我的功夫很好啊 所以虚荣啊 狠脏 清静心 一定要把它放下 所以呢 修学 首先要把面子放下 好 时间快到了 垃圾车快到了 我们今天再扔一个东西 叫面子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一起把它撕下来 结果一撕 这么多层 来个痛快 全撕掉 我们看 我们看 贪 财色明石碎 不贪着这些东西 撑 坏脾气啊 有一句话讲到 一念 撑心起 火烧功得灵啊 我们一发脾气 前面修的一把火 全烧光了 所以我们说 我修的积累了多少 粮食 就看你上一次 什么时候发脾气 假如是刚刚才发完 那就是啥都烧掉了 我们看到的 嫉妒啊 也是撑 恩仇报复了 这个都是撑 撑心的 吃 一个人会常常恐惧担忧 这个就是不明理于吃 一个人会一往其来 都是对道理不明白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 君子是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 现在功夫 我以后有没有福报 我以后有没有好的善缘 都是我的心赶着来的 要用真心去赶啊 而不是在那里担忧害怕 这些念头啊 都是妄念 都不是觉悟啦 所以一往其来啊 这个就是吃 所以大学也告诉我们 心有所忧患不得其证 有所恐惧不得其证 有所分治不得其证 有所耗耀不得其证 大家有没有发现 汝道士的学问 英雄所见 略同 相通的 贪嗔痴慢 高级悲人 我们好 别人比较低啊 这个就是慢心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学习的心态 刚刚列了三点 不至七呢 第四个呢 就是要重实质 不重行始 不是虚名 不是做个样子 而是要从意念 从习气去下手 这个才是实质的学问啊 好 那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那个 昨天饼干吃了吧 好不好吃 好吃 想不想再吃 想是贪恋 所以 所以在世间要不贪着 要在每一个当下绝躁 吃的时候呢 每长贪心 长感恩心 长使命感 以后这种东西 我们要把它做出来 而且大家看那个饼干 有一个特点 越咬越香 是吧 为什么 它是自然的 所以一个人修行很自然 它是慢慢慢慢的就香起来 他不是去告诉别人 我很香 我很有学问 不是这个逻辑 是自然而然 逃离不语 下智成熙 我们现在都是 告诉别人 我很厉害 然后到时候人家都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把人家带到哪里去 这样就不妥当了 所以 为天下者 治理天下 治理团体的人 不于天下 于自身 最重要 最着急的事情 提升自己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境界 好 大家想吃呢 我在 大家表现好的时候 不 我用分别 好 那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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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 昨天 昨天 小组讨论德语故事 讨论的都很热闹 对于一些故事 我们可能 一定要这么做吗 一定得要死才行吗 问到这里 一定得要死吗 那这个也告诉我们 古代人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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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啊 会求眼前 会求眼前 会比较重视自己的感受 就是我的喜好 我的厌恶 我们是很容易啊 被这样的心境给牵动 所以我们看前面的不论现行 而论往后会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 而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啊 他的身份可能是王妃 他影响的层面可能是一个国家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他都会考虑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那以前读书人每个人都有这种态度 动而视为天下道 行而视为天下法 言而视为天下责 一切言语行为都要给世间做榜样 师长为什么一直提醒我们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这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心境 我们没有行为示范的心境 就不是叫读书人了 而因为有这样的心境 感得社会大众几千年来 对读书人尊重啊 哪怕他是家徒是弊 他被请到池塘里面 来教四书五经 所有的爷爷奶奶 真祖父真祖母 这个一家的长辈啊 只要有什么好吃的 一定告诉他的孙子 这些晚辈 赶紧先拿给 我们闽南话说 神西讲 就是赶快拿给老师吃啊 我们从这些老人家 就可以感觉得到 以前读书人 在老百姓的心中的地位 但说到这里啊 我们也很惭愧了 现在的教授老师 在人民的心中啊 是什么地位 可能印象当中啊 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啊 现在都在追名逐利 老师也在拼命赚钱 可以买Benz 可以买B&W 是不是叫做双B啊 是哈 那请问这样的行为 能让老百姓打成内心 尊重老师吗 所以社会在变呢 但是一些做人的态度啊 绝对不能变啊 读书人没有胸怀天下 那书都是白读的啊 人家会耻笑我们啊 读归读啊 做归做啊 最后下了一个句子叫 为君子 那就完蛋了 不止对我们厌恶了 我们更怕的是呢 对圣贤学问呢 都没信心 那我们就变千古罪人了 只看眼前能过的好日子 把文化的形象都破坏掉了 这怎么得了呢 所以我们这几天读孝经呢 其中有一句话一定要读进去 那我们就是明符其实的知识分子 叫言诗可道 行诗可乐 做事可法 容直可观 进退可度 你看一言一行一举动 应对进退 都可以给世间做表率啊 有了这样的心境呢 谨慎的态度就出来了 言语不会随便 色事以圣言为先 我们昨天讲到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而这个知里面 还要包含这个 不论现行而论流鼻 不论一死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象 我们今天考虑不了声远 不要乱讲 不要耗去跟人家谈 谈自己的看法 自己没有很清楚的 不要乱讲 这个是对言语要负责的 因为我们可能那个思维里面说 哎呀 这个没什么关系啦 哎呀 这个都小事啦 哎呀 明天再做就好了啦 那这样的心境 带动的 都是没有当下去力行 都是把事情给轻忽了 明天再做就好了 所以我们前几天也跟大家讲到 江太公先生劝文王 听到的道理没有马上做 不吉祥 叫树善 你们都入定了嘛 树善不祥啊 其实啊 人之所以这一生不能沉胜沉险 两个字害的 因寻苟且啊 明天再说了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啊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身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了 而 这一个王妃的一言一行 她有没有守信 这是攸关天下的事情 她假如不守信呢 给全国老百姓什么心理 哎呀 没关系啦 下次再守就好了 这个信很可能很快速的 在这一个风气之下就下降了 所以她时时 以考虑到全国人民 她带了什么头为面 她不愿给老百姓不好的影响啊 这个就很可贵啦 好 而我们看到呢 现在的社会啊 跟以前的变化很大 社会在变哦 我们要不要跟着变 这个是一个很需要考虑的问题 好 那我们思考一下 社会在变 我们也跟着它变 请问会变到哪里去 是吧 我们常常听到成语说 不要水波 逐流 那我们跟着它变的会怎么样 结果会怎么样 谁知道呢 所以一个人要变 要变得越来越好 要变得让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 首先她要知道不变的原则是什么 她不知道不变的原则 她变到最后一定是水波逐流 我们学贵立志啊 我们不随波逐流 我们是圣语嫌语可循至啊 人的志气提起来 好 那我们自己掌握了不变的原则了吗 假如还没有 不要轻易动 宁静已至远 先静下来看清楚 可以想得更远 老子讲啊 知常冤明 不知常忘我做凶 这个是老子的教诲 左撞告诉我们 气肠和妖心 人被气了肠道 很多家庭社会的种种乱象 都浮现出来 所以 现在是资讯爆炸的时代 太多的理论 太多的说法 我们自己心里假如没有正确的 做人做事的准神呢 真的是人云亦云都被影响了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实验 您遇到一件事啊 你去问五个人 很可能五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所以请问大家听谁的 哪个人我最喜欢就听他的 这样叫愚痴 这叫感情用事不理智 其实我们要去问别人问题 很多时候都比较喜欢找那个 跟我们想法差不多的 反而那个会批评我们 指证我们的 心脏有点怕受不了 看到他赶快跑 所以人呢 这个人接受忠言呢 是有修养的 忠言逆耳 利于行 良药苦口 却是利于病了 我们今天面对种种的说法 看法 首先我们要形成我们的判断力 我们才能吸收正确的价值观 而这个判断力 它一定来自于 智慧 可是智慧一定从 智慧 学习当中来 好学 近乎智 我们昨天提到 这个好学为什么能跟智慧相近 主要是因为这个学智里面 能从格物下手 把烦恼给放下了 烦恼清智慧掌 这个学不是一直挤进去很多的知识 学士 而没有去内化 没有去利行 只要是挤进去 没有内化 没有改习性的 一定产生傲慢 一个都逃不掉 所以地址规提醒我们 不利行 但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所以这个学习的认知一定要正确 学习是放下的过程 明理以后去放下这些习气 恢复我们本有的明德 本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学习产生智慧 跟谁学呢 要跟圣人学 因为圣人不在啦 跟经典学习 所以经典呢 开人的慧眼 没有经典 真的我们对世事而非的道理 没办法判断 这个我们侥幸不得 所以我们以后要判断什么事情呢 把地址规 把太上感应篇 把论语翻开来 它里面一定有 让我们可以判断的标准 因为现在名师很多啊 这个名师上一次课要多少钱 说到这里我就很惭愧 因为好多这种名师都是从台湾来的 我在这里呢 给他们向大家道歉 给大家花了不少钱啊 而我们假如 了解这些经典的话 一举其中的一两句 就可以马上判断他到底有没有学问 比方说 比方说 有一个名师上来了 上一次课还要上万 有没有符合师道 没有 有没有符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啊 诗道 我们以前呢 两个行业最受尊重了 医生呢 还有教书 我们看医生有没有跟人家 谈收多少钱 很少啊 不是很少 没有啊 他说不出口 为什么 因为他是宅心人厚 他就是人积己积 人病己病的胸怀的行医啊 很多好的中医师 好的医生 好的西医 不然呢 可能大家又说 你看只讲中医没讲西医 好的医生 半夜有病苦啊 他是纹身就苦啊 所以 因为老百姓觉得呢 他们都念念为人着想 特别的尊重他们 他们不谈利啊 只谈义 当然 现在很多的课程 他也要有相当的花费 他也要让这些老师 还有他们的整个工作人员 都要生活稳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收取合理的费用 是对的 所以才叫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可是他收的很贵 然后拿着钱 晚上还跑去 卡拉OK 跑去酒店 那你判断他这个人怎么样 有没有学问 那铁定没有学问嘛 还这么放纵欲望 甚至于旁边的女孩 还常常换 哦 有这样的名师哦 收的费用又很高哦 而且他还那些道理哦 真是胡来 什么道理呢 多换女人才有灵感 哎呦 现在这种价值观啊 包含在演艺圈啊 搞艺术的人啊 都真的那种逻辑哦 他假如在古代啊 我敢跟大家保证 他会被乱死 挤死 你相信 真的啊 时代不同了 现在他们能活着啊 真是万幸啊 可是人间的罪 他逃得掉啊 上一天的罪 他逃不了啊 多行不义 必自毙啊 这个左传上面写的 大家我们刚刚讲到的 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 这些道理啊 在演艺圈特别的明显 所以大家注意再去看看 香港有一些都提倡一些暴力射求的 很多这一类的人 现在都不在啊 所以事实上啊 恶有恶暴 善有善暴 我们现在人太浮躁了 真正静下心来 通通在我们身边 都看得到啊 所以这个是 他是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啊 罪报就很重了 而这一些收取很高费用 又行为不检点的 这个罪孽比他们都更重 为什么 因为底下的人称他什么 称他老师啊 他断了人家的慧命 这个罪啊 比杀人家的命还要 这个人死了 他没造什么恶啊 18年之后 他可能又是一条好汉 可是把人家的思想观念引错了 他可能 这一生错误造成万劫不复的后果 哦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师就麻烦了 常常言罗网呢 调他去问话 他到时候就忙碌了 所以韩玉先生提醒我们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 这货也啊 而孔子告诉我们 是至于道 一个读书人说他至于修道啊 可是呢 却很难过很羞耻 穿的不够名牌 吃的不够好 这个呢 根本就不用跟他谈修身了 不足以异言 他那个心呢 还是重视欲望 所以人不进则退啊 重视欲望 给我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常常听到 遇到一些人 他们就说了 等我赚到几百万 我一定支持你做传统文化 等我有钱了呢 我一定来支持你 告诉大家 经过了六年半 我还没等到一个人回来找我 所以啊 人当下都不能行善了 还能保证六年以后来行善吗 那保证不了 好 而且老祖宗提醒我们呢 欲事伸冤 他是没有提的 好 所以 追求心灵的提升呢 相当的重要 人生就好像读书一样 什么人生其实什么都带不走 好 诸位学长 我们哪一样东西带得走 这个身体带不带得走 连身体都带不走了 其他都根本不用讲了啦 连最近的都带不走了 那既然都带不走 那我们每天苦苦 那我们每天苦苦在追求什么 这人生啊 像读书一样啊 学习啊 只有自己的智慧的生命 会命带得走 智慧带得走 所做的一切善事带得走 所做的一切恶事也带得走 人这些想通了 就知道人生应该怎么经营了 他要经营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利益自己 又长久利益子孙的东西 而不是留一些带不走 甚至于留一些会让子孙去争 去夺的东西 那就没智慧啦 所以勿以财祸杀子孙啊 我们台湾很多企业家 留了不少钱啊 这企业家还没有埋葬啊 他的孩子们在做什么 大家看哦 第一代真财产 到他的孙子怎么样 那可能开记者会对骂啦 留与儿孙做好样子看啊 人现在都想不到那了 都是睁眼前啊 这一口气我忍不了啊 谁能考虑到给后代子孙 带个好榜样啊 所以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啊 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这些企业家在整个社会的名气也是很大 他要不要对这个社会负责 要哦 他的名气很大 他做错了 这个因果他要负我 是啊 明辅其始啊 你明不辅实了 这个在造不好的影响啊 所以三世经说 养不教父之过啊 教不言师之舵啊 每一个名背后都有相对应的职责啊 你有好的名你要去做好事啊 你不做好事的你招他这个名 又对不起老百姓了 人有这样的认知啊 他的位置越高 越谨慎 所以孝经里面告诉我们 在上不教 高而不为 字节景度 满而不易 他才能够把这个团体带好 保其设计 而合其名人啊 把他换作现代的说法叫 保其企业 而合其同仁啊 这经典啊 都可以用在现在的 整个社会状况的 他的精神绝对不会变 好 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呢 人这一生呢 带得走的是智慧 是所行的善 而人这一生呢 学得很好就升级了 灵性提升 孔子讲的 精气为物 游魂为变 好 这个是在《易经》里面讲到的 好 我们这个身体啊 精气为物 有这个物质 五脏六腑 再加上呢 整个气啊 在运作 这个身体是 为我们这个灵魂所用 可是游魂 这个身体不能用了 怎么办 主位学长 主位学长 你骑脚踏车 脚踏车坏了怎么办 修理啊 就好像人生病了 就看医生了 修理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用了 怎么办 换一台 换一台 那你要越换越好 还是越换越不好 那是人之常情嘛 可是你要越换越好 你要有判断理由 是不是 假如这个男子 要想要越换越好 可是他很好色 他一换那个身体 醒过来 我的鼻子怎么这么大 他可能就变猪去了 是吧 对啊 你越换越好 是你的灵性很高 你才能够越换越好 大家注意看 要换哪有那么容易啊 我们传统文化说五福灵门 一个人有财富 一个人健康 长寿 好善 他的心很善良 第五个叫好善中 叫好死啊 俗话讲的好死好超生啊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人好不好死 你看哦 时代在变得很快哦 以前骂人的话 现在已经不是骂人了 现在是人真的都不得有善中哦 所以我有一次到香港 遇到一位朋友 他帮我们服务啊 他开车呢 刚好早上嘛 车子很多啊 叭叭叭的开得很快 他就说道 他说我们香港人 什么就都快 就是死比较慢 有的你看躺在 医院迷流啊 有的躺五年十年都有啊 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这个五福 最大的福哦 就是死得很死 啊不是 甚至是没死啊 大家看哦 那个坐着就走了 你看他死了没有 他是活着去好地方去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得益故事里面 那很有德行的女人啊 晚上她的家里人都听到 从来没有听过的美妙音乐 结果一看 她走了 就没病 就作画了 德故事里面都有啊 那音乐从哪里来的 从天界来的 你们听过没有 还没哦 时间还没到啊 听过了也别执着啊 到处炫耀你就麻烦了 没有贪着哦 那个魔就来了 就来引诱你了 好境界 心不挂爱 都好 好 我们行善又不是因为要听好音乐 是吧 行善就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所以人生就是学习 学得好 智慧提升了 灵性往更好的地方去走 假如学的实在是差强人意呢 就流挤了 学得太差呢 降级 大家注意哦 所有的地球的动物有多少 是人类的几倍 所有动物的种数 昆虫啊 蚂蚁啊 五尾熊啊 人类的几倍 太多倍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 堕落容易 不容易 很容易哦 提升不容易哦 所以弟子规提醒我们 流食重 人者稀有 所以这个人间挺美好 也会容易让人留恋 让人堕落 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所以孔子啊 提醒我们 人生的几个过程 都有非常重要要 对质的习性 哨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射 昨天跟大家 写错了 就是孔子讲的 竹兵竹食 明信之 这三个 这个治国的 应该要建立的事情 竹兵竹食 有很好的国防 有很好的老百姓的食粮 让他们都生活无忧 吃得饱穿的呢 还有一个是明信之 当这三个只能留两个 第一个是先把军队去掉 不要让老百姓饿死了 再来是去掉食物 因为自古人都难免一死 可是只要人民对领导的 对政府的信心失去了 这个国家就可能很快的毁于一旦了 自古皆由是明无信不利 所以啊 一个企业团体 纵使现在有很多的财富 只要失去人民的信任 很快就会瓦解 好 而我们看孔子这个提醒 少年的时候戒之在射 极其壮严 因为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这个以男士来讲啊 中年男人啊 就要常常喜欢跟人家比高下 常常嫉妒人家的才华 就会造成团体的对立 在那内好搞党派 争起来了 哇 对组织的损失非常非常大 历史当中啊 好多朝代都有党争 就是这么搞出来了 所以人啊 不能有好胜心 争斗心 要有宽容心 欣赏别人优点的心 随喜别人好事的心才好 不然会对组织伤害非常大 以至于呢 跟同业的人造成很严重的竞争 搞得这整个领域啊 都乌烟瘴气的 这个不好 为什么呢 我们同业的争起来之后啊 整个消费者会瞧不起我们 会对我们没信心 有钱大家赚吧 何必的钱都一定要我赚呢 其实人啊 就是这个贪 就是这个争斗啊 我们冷静想一想 真正那个大公司啊 拼命赚钱 他真的幸福了吗 你人生只把钱都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没想到 他怎么可能幸福 他一个一天24小时 工作24个小时 拼了命呢 请问他的身体会不会好 请问他的家庭会不会好 都不会啊 干嘛一定要所有的钱 都到我的旁边来 我才觉得我这样叫成功呢 钱够用就好了嘛 让每一个人都能赚到钱嘛 干嘛要钱都到我身边来呢 结果真的人拿到这么多财富的时候 他的人生呢 已经失衡了 一定出事啦 所以人看不开啊 该是我们的 迟早是我们的嘛 哎呀 干嘛去增 增到最后身体垮了 家庭也毁了 所以这个贪质啊 对我们人生的障碍非常非常大 贪啊 增啊 这孔子讲的很准啊 而最后呢 极其老也啊 极其老也啊 年纪大了 血气即衰 戒之在得 人老啦 患得 患失啊 哎呀 我以前当董事长的时候啊 人家一看到我 马上给我倒乌龙茶 现在都没人到了 患得患失了 有一个人当官啊 退下来了 每天很郁闷啊 他身边的人看他这么难过 就想了个办法 就差不多过几十分钟啊 就在他的门口喊 某某部长来了 某某县官来了 某某书记来了 然后他就要舒服多了 那大家要讲啊 他能舒服多久啊 人不把执着放下 那个灵性是一直在往下沉啊 戒指在得啊 然后人老了 应该想轻浮啊 应该知足常乐 他假如又在那里比 哎呀 你看人家娶那个媳妇啊 那个嫁妆有多少 你看人家那个儿子一个月收入多少 他每天就烦恼一大堆事情 所以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父母 他们年纪大了 最重要的呢 养父母的智慧 智慧怎么来 得放下 这一些人生的执着欲求 在引领父母啊 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 这是大笑啊 利益的不只是父母的这一生啊 还能利益父母的来生 不然他这个一直贪着下去啊 他就很难提升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一个读书人呢 而厌恶 吃的不好 穿的不好 他代表他的贪欲重啊 这个就很难修到 而我们今天奉养父母啊 一定要让父母衣食无缺 但是不要增长父母的贪心 这个就有爱而没有智慧啦 还要硬啊 老人啊重视精神生活 这个就对了 不然我们都顺着整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断的在追求名利 到头来自己不快乐 家庭也都不快乐 老人也不会快乐 这个是急急忙忙苦苦求啊 寒寒暖暖度春秋啊 是是非非何日了 烦烦恼恼几时休啊 这人有时候要看得破啊 要放下带不走的 努力啊带得走的 好啊 那刚刚呢 我们一直在思维啊 面对现在种种的思想观念 我们要形成判断 得要根据这些 恒常不变的人生道理 而这个五常是仁义理智性 好 好 诸位学长 母亲出去工作 而没有人把家庭照顾好 没把孩子照顾好 请问符不符合人以理智性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 哎呀 现在女孩 女人出去工作的都很多了 这个正常了 不是这个逻辑 大家要注意哦 这三五十年 女子通通通出来工作了 请问我们的下一代 情况怎么样 不好哦 再下去会怎么样 这个民主文化就整个就断根了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天下的安危啊 女人太重要了 所以安危的安置 安全的安置怎么写 这个家 谁在了就安了 大家注意哦 女人在家安了哪些东西 第一 孩子的人格 孩子的心灵很安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 我每天都不去流连万返 去打什么电动玩具 我都是先回家 门打开 妈 还没看到妈妈 今天有红豆糖 赶快上去喝 时时处处都感觉到妈的爱 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爱 他不跟人计较的 为什么 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满足 他就希望去给予嘛 一个人觉得内心很匮乏 他就要去控制嘛 他就要去夺嘛 所以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这个根源在家庭 这个根源在家庭 没给他足够的爱 告诉大家了 他没啥病了 就是缺爱而已啦 所以告诉大家 我也没啥病了 就是缺睡觉而已啦 真的啦 我这个五脏六股都还挺支持我呢 好 所以事情都不复杂 你回到源头才能解决 不能解决不了 你说在那里心理辅导啊 他一天能接几个电话 接到连耳朵都快坏掉了 假如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这些有问题的人 会向雨或春损继续出来啊 所以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三五十年 确实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女人出来工作 你们出去不要说我反对女人工作 你们不要出卖我 我从没讲这句话 我现在只是客观分析给你们看 所以刚刚我们在思考就是 现在的人就只能感受到 现在 感受到下一个月有薪水 就只能感受到这么短 他感受不到孩子的心 孩子的人格 孩子的一生 感觉不到 甚至他感受不到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有的女子就不服气了 我可以工作啊 我也可以把家庭照顾好啊 对 你行 别人行吗 是不是 你看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只想到谁 自己嘛 可是事实摆在我们眼前的事 不行 真的 我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 都觉得理一个家挺难的 是不是 还要相夫教子 还要相夫教子 我只是理家 把家里给弄好而已 我都觉得累的不行了 更何况还要相夫教子 相夫教子是真本事啊 那个心要很静 你的孩子第一次说谎 他那个眼睛在那里漂浮的时候 你马上可以知道啊 剩余死把他导正过来 他一辈子都不会再犯了 可是当我们的心很浮躁 没有办法体会到孩子的状态 等到我们发现他会说谎的时候 都已经很难再拉了 母亲陪伴孩子的 当然不是说父亲不用陪了 因为你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经济的承担 第二个就是照顾家庭 养育后代的重则 大家想一想 赚钱重要还是养孩子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较量起来 还是教育孩子重要 为什么 孩子没教好啊 财富都经不起败家子去花 这成家犹如针挑土 你看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在成就这个家庭 积累财富啊 积累财富啊 好像拿着针哦 把那个沙子 一点一点锯起来 这叫成家犹如针挑土啊 小心谨慎啊 省东省西的 败家好事水推上 一个家庭的财富要败啊 就好像那个浪拍起来啊 水一下子就把土全部卷掉了 我自己亲身听闻的一个例子啊 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没有 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之一啊 一生赚了二十亿台币 一生赚了二十亿台币 讲过没有 没有哦 二十亿台币最起码也是四亿多人民币啊 很多了哦 他七十岁中风 他的儿子跟孙子在一年之内 把他的二十亿全部花光 一年哦 好 结束了吗 有没有 当他的孩子跟孙子把二十亿花光之后 走到他的面前 爸我对不起你 爷爷对不起你 然后在那里磕头磕的流血 是不是这个结局 那个是他爷爷做梦的时候梦到的 事实上不会这么严 所以二十亿花光不是结束 是刚刚开始 他的儿子跟孙子会继续成为赌博的奴隶 欲望的奴隶 所以为什么教育摆在第一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教学为先啊 治国自家 都是如此 好 那我们看哦 安了孩子的心 安了孩子的人格 安了孩子的健康 现在 现在多少人 现在连那个中风 癌症 十八岁二十岁的人 大有人在 从哪里来的 从乱吃来的 现在都不在家吃 都在外面吃 不卫生啊 油腻啊 致癌物啊 一大堆 再来 男人都不回家吃饭 在哪吃 我不知道 好 他假如到这些饭店酒店去吃 会发生哪些事 英雄难过 这一句不对 这一句论语里面没有 应该叫男人难过美人观 是吧 很多圣贤读书人 遇到这些境界 他都不一定有把握 更何况是 现在的男人 都没怎么读圣贤书 是不是 我们这里的男士除外 都没有这个定力了 你还常常让他在 花丛里面转啊 转啊 哪有不晕头转向的道理 是不是 所以现在当男人也不容易 诸位女同胞要多体恤一下 现在想当君子啊 一想到 言回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好 看了会让自己起心动念的 不能看 结果一看到女同胞都穿成这个样子 他们走路只有这么走 连广告都不能看 所以不能再把男人推到这些地方去啊 要让他回到最温暖的地方 让他回到可以学传统文化的家 是吧 可以想天伦之乐的家 所以大家想一想 看起来是赚到钱 孩子家人 多花了多少医药费 我们在那忙前忙后 又有复工能力又很强 省了多少家庭的开销 再来 陪孩子读书养成好习惯的 补习费可以省掉咧 再来 孩子以后不懂事 创业 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有没有省掉 有啊 而且他创业乱搞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再来 当孩子人格有问题 得忧郁症要花多少钱 得癌症要花多少钱 以后他交女朋友结婚的 吵吵闹闹 不要说花钱了 你要操多少钱 好 大家算盘打完了没有 当然 大家听完不要太激动 落实传统文化要理智 要循序静 要循序静 你不要回去桌子一拍 先生 我不干了 这样不行 到时候我走在路上 会有一个很壮的男人跑过来 你是不是蔡某某 我一看他的状况 我说好汉不吃也乾坤 我不是 我是他弟弟 结果这个男人说 他只有两个姐姐没有弟弟 因为他在家里被疲劳轰炸 幸福人生讲住 是对我们家的家世了解的特别进行 哎哟 当下他说 他只有两个姐姐 他说对不起 我是他堂弟 所以我们人心要柔软 所有的调整 都是循序静静 对不起